平月 平月参见父皇 母后 义政乾坤 夫妇为人伦之矢 诗歌周少 婚姻乃王话之源 至此良辰 朕愿你和裴文轩 曾梁虹之案 劫奉仪之好 儿臣谢过父皇 平月既已嫁人 忠愧共济 侍奉公婆 须得严整公正 克尽职守 愿你与裴文轩 百年偕老 永结琴瑟之患 舞尽其唱 早些熊皮之轻 儿臣谢母后教诲 礼弊 谢母后 荣儿 答应母后 一定要过得好 母后无忧 儿臣日后 卫时长进宫看望母后 与过往无疑 母后却不太过悲伤 失了一个 郭桑 太过了 阿姐 你以后一定能嫁给 整个华晶最优秀的男子 谢谢丞儿 有你们这番话 我就很高兴了 喜欢吗 喜欢 只要是阿姐送的 我都喜欢 阿姐 今日川儿为你清理张车 开到哪些道斯小兵的职子 你为当朝太子 有我前倒 你好叫裴家和天下人 不敢小觑了你 我乃当朝敌掌公主 谁敢小觑我 我可不管 请吧 阿姐 走 明月公主与裴大人喜劫良缘 今日沖与万民同心 明月公主与裴大人喜劫良缘 今日沖与万民同心 听说裴公子家向来兄弟细强 迎亲之人可知是谁 听说是傅满爷自己 我朝向来都是兄弟迎亲 这样岂不是很丢人 倒也无事 这种情况虽少 却也是有的 静梅 此番裴文轩安排了谁来接 这个 这个 倒是没有听说 怎么感觉他要干出点什么不靠谱的事 太子殿下 为臣苏荣卿替义兄陪侍闻轩 迎平月公主 情深是否有怀抱收容我 回忆如你 补以中天帝之秀气 灵异帝女 谈规格之方情 妙哉佳人 晚生陪文轩 继会令音 且获家园 后顾殷勤 我心如坠 前曾经我的衣袖 无须因思念自我 相思兮 可追日月 许七夕 取七夕 来年 桃花 好 好听 这是你心谱的吗 叫什么 相思兮 可追日月 取七夕 来年桃花 便叫相思桃花 殿下南巡树日之前 围城可是 天天数着桃花 刺激入口 走吧 可会有你瞬间 也不朽 也不朽 也不知他们的两个人 好啊 好啊 殿下 司马能够将华金 最富盛名的男子 请了一亲 这真的是个惊喜 殿下可是将华金 最好的男子 都占尽了 公主的马队来了啊 热热的起来啊 公主的马队来了啊 热热的起来啊 热热的起来啊 公主的马队来了 江九春 灾起来啊 公主的马大人 军季来了 好 谁要望天色 谁要望天色 一夜寒风 银河隔 风吹过山坡 风吹击水泊 悄悄明月 因过客 送你的礼物可还喜欢 晚年来跟你算成 我们俩之间 还要这么摸不开面子 彼此不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